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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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忙啊 娘 你看 我拿到银子了 原来是贼窝啊 这是我们的钱 我跟你们说 熊根本不可怕 要有钱跟我说一声 我这人很大方 他挺有钱的 施舍给你们一点 也不是什么大事 但你们可不能偷啊 对不起 姑娘你拿回去吧 我们再想办法 我们不是小偷 我们是逃难过来的 普通百姓 我是打铁的 他是卖不了的商贩 还有 他们是厨子 我 我们都是离国人 你们是骊国人 是人 是ği 是我 是 是 我 是 我 就 那 你 你们是离国人 那你们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地步 果破后 我们的村庄 被天元国的妖怪给烧光了 好不容易休养生息了几年 又碰到了天灾 颠沛流离了几个月 才来到这淋渔城 本是逃难 能再一余活命就不错了 谁知碰到了这里的太守 争争想赢 他 他定说我们是骊国人 就抢走了我们身上所有的钱 要不是靠着阿毛偷来的粮食 我们早就饿死了 那个太守只知道欺负我们骊国人 毁了我们的家园 还抢光我们的钱 我看你们都有手艺 干嘛不自己找点活干一干 非让这孩子来投机摸狗的 这淋渔城也挺繁华的呀 公子有所不知 这淋渔城阶级分明 没有人会雇佣我们这些流民啊 不仅如此 因为我们是下等人 他们一不高鞋就打我们 如果我们反抗 就会被关进大牢 我们身无分文 想离开这儿 也离开不了啊 不疼吗 疼吗 不疼 这个钱你拿着 带着你娘去买好吃的 谢谢姐姐 那个太守在哪儿 姑娘 你千万别去招惹她 她是此地藩王清典的一品猴 这整个淋渔城都是她的人 带着你